日前發生警民衝突的廣州珍城新唐鎮 晚上再有大批民眾聚集起控、訂集物、破壞汽車、治安庭及廣告架 公安武警在場戒備 事發的大敦村村口被警方用鐵馬封鎖不讓人入村 有村民未能回家 只能在打工店鋪過夜 新華社報導 新唐鎮發生騷亂地點交通已恢復 店鋪開門營業 但有手機店鋪負責人說 連日騷亂令店鋪不能做生意損失嚴重 有身旁中學的學生拍攝到 參與維穩的警察在中學內集合 也有部份警員在路邊列隊露宿 事件起因是一對四孫夫婦 前晚在一間超市門外擺賣 被村治安人員驅趕 其間發生衝撞 維穎女子倒地引發外省民工大規模騷亂 新華社報導 公安大週25人調查 香港天內記者文家豪報導